先說KBAS的言論 他說香港的Excess Reserve 很快就會耗盡 這個說法 然後引伸到聯繫匯率制度不穩固 你覺得這個說法是否正確 如果這樣看就太膚淺了 因為你說Excess Reserve 就是我們的銀行體系結余 的確說上星期我們看到的情況很少 但是說整個外匯儲備 是否匯儲得不夠的狀況 就言之上 這個裡面當中 字眼上我們說兩至三句 只有得出的言論 因為就是沒有Excess Reserve 銀行體系結余可能歸零 不夠聯繫匯率捍衛 聯繫匯率占不到 但當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現在你想一下為什麼港匯 會不斷地試 或者很多 今個月不斷地接近一些港匯的規盤 一個原因就是 Hibon和Libon的色差分別 現在Libon在做2.5厘左右 甚至聯儲局這個月 大家估計一定會加0.75厘 所以說的利率 去到聯儲局 是做到去到2.25至2.5厘左右 但問題就是 拉帆已經是先走線的 所以就算聯儲局未來 在7月28號選擇加0.75厘 但是其實不代表 拉帆會再進一步臭勝 但問題就是當金管局不斷地接近的時候 記住銀行他的結餘是什麼 是一些多餘的錢 就是剛剛說的 那些 excess reserve 所以這一刻 既然那些錢是多餘的 我們香港的利率 就有條件不跟上去 加 high bond 為什麼要加 high bond 是不是純粹是 嚴市民的負擔不夠重呢 不會的 所以你說當那個 excess reserve 沒有了的時候 出現一個狀況 不會一下子去到脫鈎 第二方面首先就是 high bond 要跟回拉帆升 所以你當分析脫鈎 是不是很嚴重的狀況 去到經濟層面 我想第一方面想就是 high bond 是不是不能夠升 或者如果你跟回美國聯儲局 聯繫匯率 要跟回 不是只是匯率 你利率上面都要跟 聯儲局現在來未來 不是只看這麼短線 去到夏年年頭 年中 大家常常猜利率見定 什麼時候見定 4厘左右 以目前的水平來說 可能要加到1.5厘左右 這些位置 high bond 要跟回升上去 去到3-4厘 的確是有很大的壓力 但問題就是 摩奇市場 不是只用high bond 還有一個prime rate等等 其實如果你跟回 US prime rate 現在未來要追的利率 只不過是1-2厘左右 我覺得以目前 香港整個經濟狀況等等 是不是不能承擔 承擔不了 加1-2厘左右 這些情況 未至於 相反地 過去市場這麼多 那麼多的銀行貸易上 有得部分的資金走 做一些吐息行為上 維持低利率水平 是多一個月 一個月等等 這些狀況 這個是合理做法 所以你講 其實都不單止 只是這個對沖基金 甚至說 金管局 或者說 Sorry 不是金管局 有些大行報告 大和近期都是說 下個月 八月份 銀行貸易很大機會 歸零 這個大前提 就是high bond不升上去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短線來講 近期high bond是升得很厲害的 已經升上去 1厘留上 息抽穩穩降幅快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當你討論到 是不是會完全脫掛勾上面 老實說 你不掛美元 大家會掛什麼 心知肚明 掛人民幣 掛人民幣 也是一樣 跟美元掛勾狀況 就是以追蹤美元 作為一個最主要的貨幣為主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討論在脫勾上面 這些是政治立場比較重的 對於投資市場來講 你要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的利率會跟回 加上去 但是我暫時的分析 就是承受得到 加一兩厘 還有一個壓力 對於部分人士 可能真的大 但是對於整個O4市場來講 我覺得沒有問題